你是否曾经想过自己是翱翔于天空的鸟儿 也是否曾经想过自己是悠游大海的鱼儿 梦想离现实真的很远吗 不妨让我们来听听它的故事 喂 早 早安 龙儿 二十年前那个时候就是90年代 那时候还没有什么网路 没有什么手机 我们资讯取的就是报纸、杂志、书籍这些 对 那个时候你好像有一张照片 飞在天空 然后现在被高挂在滑板场上 这是让大家见效的 这是我年轻时候在做一个直排轮 直接运动一个飞来飞去的一个训练 半晚的训练 就是现在我们坐在这个高台上面 这个大概四五公尺高 我刚刚一上来 因为我第一次上来 我不知道这个板原来是倒钩的 对 它是有点倒钩的 好可怕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你常去接触 实在就是真的有兴趣 你常去接触 你会找到一些教练 或是一些 像现在网路很正常 YouTuber都是有人在做教学 那你像你玩这个U型版 你当初玩这个 你大概玩多久的时间 其实我自己设定 我开始接触这个 我就有安排好我的训练计划 那我大概平均每个礼拜会留两天左右 会留两天 那每一次的时间大概是两个半到三个小时 现在也是吗 现在差不多也是这个状况 那等于说 你持续了二十年 对 二十三年 对 二十年 你今年 我今年四十一岁了 四十一岁 四十一岁 你等于是在人生 就是大家说的人生最精华的时段 你都活跃在这个 极限运用场里面 应该是说 这个运动对我来说 也对我的生命有很大不同的意义 当然我跟大部分人 我跟你一样 我跟很多上班族也一样 我也有 我要上班 我要照顾家庭 我有父母亲 我有亲戚 但是在这个运动的当下 我自己投入在里面的时候 我是感觉到 那是属于一个 我是真正的快乐 对我来说 它其实不是极限运动 它就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它是我日常生活的那种健身的运动而已 对 因为很多人都会 听到极限就觉得是 挑战生命的 可是我 其实我自己在了解 如果你是完全不懂的话 你就是在挑战生命 可是如果你是 慢慢的接受那个 一步步的克服 去克服这个挑战 它其实 不是 当然它危险还是在的 可是我们可以跟这个危险共存 是 其实是一种享受 是 因为我自己在冲浪也是 有时候那个浪很大 那如果一般人下 你可能就 一局就 就拜拜了 对 其实 威夷这边说的很棒 也很有道理 就是我拿我自己当例子 我90年代的时候 我才17岁 我在90年代的时候 我受的伤反而很多 嗯 包包骨折啦 擦伤破皮啦 等等 撞到脑袋瓜 但是哦你看哦 那我现在40岁 我40到41岁 我几乎没有受伤 嗯 可是我还是一样 每周在做极限运动这个训练哦 嗯 很有意思对不对 对 照理说我40岁 身体是退化 我跟我年轻在做一样的事情 可是我 几乎没有受伤 反而是我年轻的时候受伤更多 第一个是我对这个运动 就像您刚刚说 对这个运动 如故的认识 还有对身体的探索 我们很清楚 我们在什么地方 什么场域 我们在从事什么运动 那我们要选择怎样的设备 运动这个项目 来娱乐自己 来健身 所以 对我来说它其实是很安全的 而且我们知道啊就是 你40岁的时候 40岁 你参加了一个世界大赛 哦对 在日本 对 2018年就是我40岁那一年 日本 它每一年都会办那个世界大赛 嗯 直接运动世界大赛 那我很荣幸呢就是 有获选那个资格 能够去参加日本世界大赛 那我这个项目的话 全世界只有41位选手 有资格进入这个项目做比赛 他们的临选部分就是 他们会要求你提出你在你国家比赛的 就是历届证明 那日本官方认为说 你已经40岁了 你的身体是否还会承受这么高强度 也就是说他们会做 用视讯直播 要求我做一些指定动作 来确保我是否可以完成 那我也运气很好的 也顺利的提供获得这个资格 那我当下 2018年到日本参赛的时候 我站在那个舞台上的时候 我觉得非常非常感动 我40岁的时候 我还能站在这个舞台上 跟这些世界第一流的 顶级企业选手 通常交易 没有感动到快哭出来 我非常感同身受 那个感动一定是非常强的 我相信这个过程 应该说你当初玩跟现在玩 应该对于这个热爱 一定都没有变 不然你不会持续20年 都是一直玩的 那我会觉得 我们观众会很希望 就是知道说 现在以你这个年纪 你是怎么在生活中 跟你现在持续在做这件事情 去达到一个很棒的一个 真的 好 我这样说明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我想这个跟心理学家 所谓的色觉相对立成论 我简单说明 言简易概一下 我们相信很多人都看过彩虹 一道彩虹 画过天际的时候 那其实彩虹每个颜色缺一不可 就像我们的生命一样 运动 朋友 家人 家庭 小孩 同事 就是兴趣 对兴趣 这次每一个都是缺一不可 少了一块 都会觉得怪怪的 那 我们今天很高兴 跟威怡 在那边一起聊这个话题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开心 所以 希望能够借我这次的谈话呢 鼓励大家 在每一个项目上 不管是我刚刚所提的种种种种 都能够投入在当下 如果大家都还没运动的 不管你是冲浪也好 以前运动也好 打打高浮球也好 OK 我们的投入就好 而且40岁你都还能飞 啊 40岁 大家还怕什么 对 对 OK的 每个人都可以 我们来告诉观众 你还会飞到几岁 我希望 我现在41岁 我目标45岁 当期目标飞到50岁 那50岁之后呢 50岁 我想要去冲浪 哎呦 对 全新的一个人 我从小非常非常怕水 但是我跟他聊天之余 我发现其实他是一门学问 跟我六七线直排轮一样 他也是一种恐惧 只是每个人的恐惧不一样 对 唯一看我在六直排轮飞来飞去 哇他觉得我好厉害 我看他冲浪 我觉得他好厉害 所以日后我要多多 跟大家在冲浪方面 请教请义 没有没有 所以我就是真的 是了解就是说 其实我们人生的恐惧 就是可以战胜的 Yeah 你战胜以后你就是享受当下 对 对 你看我在聊冲浪的时候 我是一个很快乐的心情 是是是 你在聊这个直排轮的时候 其实你也是一个很轻松的 很快乐的心情 其实大概我觉得 我们从事这种运动啊 嗯 其实是会让你的生命里面 是非常非常快乐的 对 不管是冲浪也好 直排轮也好 这都是让我们生命中快乐的一个部分 这个是 真的是钱 金钱换不来的 所以大家不要有这个 觉得说好像你 你什么年纪 或是你遇到什么困难 你就不做了 嗯 所以我觉得人生这么一次 你应该 把你自己最爱的 那一个 想做的事情 跟你的生活 是融合在一起 对 投入 投入在一起 那恐惧 我想恐惧 我跟大家一样 我也会爸 我也会恐惧 那我就是接受他 面对他 真的不行 遇到这个恐惧的 想说我绕个弯 我就过去了 嗯 那这个成就感 跟这份生命的企业 我想 真的很 诚心的推荐给大家 不管是你有想要做什么事情 把握这个时间 把握现在这一刻这一秒 我们就去执行它 嗯 好不好 所以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Whatever you want to do Do it now Yeah We got it Yeah 很高兴融合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 让我们对梦想 又更进一步了 Yes Let's go Let's go 下次见 Bye Bye Hello 大家好 我是威宁 谢谢你收看这支影片 别忘了 记得按赞 订阅 与分享哦 我们下次见 Bye Bye